Hello,大家好,我又来了 今天咱们分享一下 房车里到底是用台式电脑好 还是用笔记本电脑好 细心的朋友可能以前会发现 我原来这边有一个显示器 大家老说你那还装一电视呢 那不是电视,那是一个显示器 现在没了 因为那是一台台式机 那说到这儿肯定有人知道了 那肯定是用笔记本好啊 要不然这个台式机哪去了 对,但是咱们今天说一下 这台式机和笔记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为什么我把台式机换成了笔记本 台式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第一占用空间 这个咱就不多说了 第二就是非常耗电 台式机的耗电和笔记本的耗电能差多少呢 我当时的台式机的配置它并不高 它实际比现在用的笔记本配置还低 但是我当时用的是一个32寸的显示器 主机和显示器的耗电能达到120瓦到160瓦 为什么中间有这么一个区域 是因为你在剪辑的时候 你可能会多开几个窗口 比如听音乐 那这时候它的耗电量就会提高 比如渲染的时候 它的耗电量也会提高 而笔记本正常的待机也就在五六十瓦 当它最后渲染的时候能达到120瓦左右 但是它只是停留在那么十几分钟 也就是说台式机要比笔记本的耗电能高出两到三倍 最最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也不是它的耗电量有多大 而是它的电压需要的高 因为我的电池是12伏的 当电量低于80%左右的时候 它的电压已经不能带动这个电脑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充满电的情况下 最多我也就用两天的时间 这个电脑就基本就不能用了 这个电的基本就带不起这个台式机了 而这个笔记本电脑就不会存在这个用电的问题和耗电的问题 这就是他们俩之间最大的区别 因为这个原因呢 最后我决定了卖掉台式机 然后换成了现在这台笔记本电脑 这台笔记本电脑 我也好好跟大家介绍一样 想做自媒体的想做剪辑的朋友 可以参考了它的配置 这是我花了4200块钱 在某鱼上买了一台19年联想拯救者Y7000 这台笔记本电脑 它的配置是 看看这个标志 这可不是奔驰 这是联想拯救者一款游戏版 它的配置呢 咱们看一眼 联想拯救者Y7000 2019 它搭载的是一块英特尔的爱武93004核8线程的处理器 朋友在买电脑的时候 不要只看爱武就觉得它的配置跟我的一样了 爱武它也分一代二代三代 这个是一款爱武9代9300的处理器 内存是16G 它本身是8G的 然后我加了一条8G的内存 然后变成了16G 用的是DDR4 然后26666的内存 硬盘是512的固态 显卡是4G的1650的显卡 跑分跑到了25万多 这也就是一参考 这个配置对我来说不算特别快 但是也够用了 它是一台游戏本 它的重量会比这些轻薄的本会重一些厚一些 大概一个移动硬盘这么厚吧 我感觉这次以旧换旧还是很成功的 刚才给大家看了 这台电脑搭载的是512G的一块固态硬盘 这512G肯定不够用 对于一个视频的创作者来说 它肯定不够存储它的素材的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省钱的小方法 就是如果您家里头有一个移动硬盘 不是很常用的 你可以给它拆了 把这个移动硬盘拆了之后 把它的机械硬盘安装在你的笔记本里 我就是这样做的 等于我现在这台笔记本 又加了一块1T的机械硬盘 这样的话 我的素材才可以多存储一些 好了 咱们现在做一种总结 在房车里头用台式电脑好呢 还是用笔记本电脑好呢 现在有答案了 一定是笔记本电脑好 但是笔记本需要什么样的配置 是越配置越高越好吗 并不是 因为你的配置越高 可能你的耗电量也就越大 什么是最好 就是正合适 什么是最好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 结合你车内的电量啊 结合你剪辑的内容的时长啊 等等的 我今天分享的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个使用情况 和我个人的用途 大家仅此做一个参考 好吧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学木 全国自驾游 记录大国小事 喜欢我的朋友 请点个关注 点个赞 咱们下期见 下期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拍摄所用的设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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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